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哦 你要把你外甥女儿介绍给张总 我跟你说啊 可拉倒吧 我听说呀张总现在正在追一个小模特呢 可上心啦 稳住 接下来很重要 不要着急 保持平和的微笑 你要跟她说 张哥 李宗盛 坐坐坐 我觉得吧 其实我们可以试试 这个我就先收下啦 有心啦 这就完事了 我听人家说这个地方好玩的嘛 舒老板 这是定金啦 我啊 也是朋友介绍来的 他们都说你啊 你 好神的啦 好神的 呃 玲玲啊 对我是真心的这点我肯定 所以我来找你啊 这为了 这个 为了嘟嘟几个朋友的嘴 我不想让玲玲啊 总是被人误解啦 哎呀 玲玲啊 我爸爸生病了 手术费需要十万块了 你借我周转一下好不好 我过段时间就还给你 张哥啊 我还欠着信用卡和网贷 没有钱借给你 再说了 你带着几十万的表 连十万块都拿不出来 况且你 你不是还拆了一条街的房子吗 搞什么鬼跟我借钱 测试我嘛 他不是拆相户嘛 难道是个数货 玲玲啊 我同你搞啊 这个其实是高仿来的 也就值个几千块钱 不 想想办法啦 啊 好不好啊 跟你没完 那个高仿表出来张老撞骗 骗死吧你 别打了 我们都认识两三个月了 我对你不好吗 什么狗屁恋爱策划师 都是骗人的 赶紧退钱 退钱啦 哎呦 张总啊 你这一大早上的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张总 再喝一杯水啊 张总 小月气 小月气啊 你别跟我整那些虚头八脑的 赶紧退钱 那个玲玲 这么知道 我拆了一条街啊 肯定是你们 透露了我的信息啊 张总啊 你放心 我们是很有职业操守的 违背客户意愿的事情 我们是肯定不会做的 少来这一套啦 我没有和玲玲 讲过我拆过一条街啊 那她是怎么知道的 要不是剑情师看穿了她的真面目 那我就被骗咯 张总啊 我看你已经被骗了 不是被玲玲骗的 是被那个什么剑情师给骗了 她这是在调拨关系 好从中捞钱 走 我们去会会她 嗯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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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你是谁 今天一定要将你拿下 过来 过来 你 是剑情师 时间宝贵 请先付费 你不先鉴别 我怎么付费啊 你不先付钱 我怎么鉴别 那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骗子 那你们请回吧 要不然 要不然这样 你呢 看看我俩怎么样 要是说对了 我就付钱 要是说错了 你就是骗人的 张总的钱 你必须退给他 我看你怎么骗 这家伙非要拽着我演戏 怎么办 我该不该坦白交代呢 我也是为了能交上房租 才让玲玲知道张总是给我钱人 有钱也不能乱扒 今天不管怎么走 我都能退一份钱 说不定上次只是个巧合 张总 世界上呢 没有那么多巧合 我收到的钱也不会退给你的 不不不不 张总 你别怕 有我们俩呢 你盯着我们看看吗 赚钱呢 没问题 骗人就不对了 还剑情诗 你这骗术太低级了 憋一憋 还不错 就什么人都骗了 我长得应该还不错吧 要配合你们演戏吗 你们这演技也太烂了 你想不想坦白呢 你盯着他看干什么 我告诉你 林总 走了 走了 张总 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一看就 就是骗人的 我 我先玩了 好好好 想跟你说 张总 你就修了奖了 不用退了 不用退了 等等我 婆婆 您在这里做什么 孩子 你这儿有吃的吗 婆婆 你等一下 冰箱里刚好有一袋面包和水 您先拿着吃吧 姑娘 你真是好人哪 谢谢你啊 婆婆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看着总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呢 婆婆 我还有点事 您就坐在这儿吃吧 我先走了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马上就到了 等一下 来来来 就是 再喝一杯吧 你看我们哥儿俩 都陪陪你 来来来来 来来 威威 走了 回家了 别喝了啊 跟我回家 还没喝惊性呢 走什么呀 就是 坐下来一起喝一杯 交个朋友 起开 不 就是认识一下嘛美女 不要这么凶 牛不错 今天运气可以 一人一个 就是 四海之内接朋友 你这样可不太好 坐下一起喝一杯 认识一下 认识的人多了 我更喜欢狗了 你们是不是还想着好事成双 一人一个 邪门了 走 贝贝 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别跟我说话 我有洁癖 你 怎么 喝了这么多酒 也遮不住你们身上的人渣味吗 啊 累不累 索索 你说 我想找个好男人 怎么就那么难呢 你知道我为了遇到他们 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为了能和他们有共同话题 我每天学 学高尔夫 学美术 学插画 学什么 名画鉴赏 可还没有遇到一个合适了 你说我怎么办啊 这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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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把它们 STO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